球场风云多变化 精彩赛事抢先说 大家好 我是球老师 在正门开始前麻烦大家点赞 兵业 谢谢大家 106-108 最后一秒遭绝杀 NBA西部第一轰然倒下 格兰特丸抱爱顿 北京时间2022年11月5日午 NBA常规赛迎来了一场焦点对决 开拓折VS太阳 结果 太阳队分别以28-25 21-34 31-27 26-22 绝比分106-108败北 整场比赛中 虽然爱顿发挥出色 获得全队最高的25分 但总体状态并没有恢复了巅峰状态 并且队内多名球员的状态低迷 开拓者的格兰特 几乎以一己之力扛着球队在前进 并且在最后一秒钟完成了对太阳的绝杀 之所以说是焦点对决 是因为这是一场西部第一 太阳迎战西部第二开拓者之间的较量 爱顿的付出给这场比赛 带来了更多的看点 上半场比赛 太阳队的爱顿虽然发挥也算出色 但并没有此前那样干净利索 除了爱顿以外 其他球员可谓是全员迷失 尤其是太阳队的替补球员 一个个像无头苍蝇一样 第一节比赛太阳打得还算正常 但在内线的防守上内显吃力 开拓者队的格兰特几乎靠一意之力 就将太阳队的内线冲得708落 半场比赛结束后 太阳队以49比59落后 开拓者对手握十分优势 进入到了下半场 下半场开始后 两队打出了精彩的对攻战 先是格兰特持球单打成功后 而后布克又在空中跳起回传 沙梅特接球出手稳稳命中三分 并且还造成了哈特的犯规 这样的瞬间也引起了现场的一阵轰鸣 第三节比赛结束后 太阳队以31到27 总比分改写为80比86 最后一节 太阳队持续发力 并用比永波换下爱顿 随着保罗的二法命中 太阳队将比分追至99比99 现场的比赛氛围非常紧张 当比赛还剩下最后2分30秒 太阳队再次换杀爱顿 企图用爱顿来拯救太阳队 比赛还剩下最后50秒 太阳队请求暂停 暂停过后 两队进行了三分球大战 先是太阳队的爱顿跳投命中了关键两分 而后开拓者队的努尔吉奇 在收到哈特的助攻后 投中了一记三分球 将比分反超两分 但太阳队的步刻在关键时刻发挥了关键作用 再次命中三分 比分来到106比104 开拓者队感觉情况不妙 叫了暂停 暂停过后 努尔吉奇在最后23秒之时体现了巨星的作用 他稳健的跳投命中两分 比分来到106比106平 最后一秒钟 开拓者队的球权 格兰特有如神助 格他在接到温斯洛助攻后 后仰跳投命中两分 最终 开拓者队在最后一秒钟实现了对太阳的绝杀 总比分为108比106 实现了历史上首次连续两次击败太阳 你觉得冬谢奇很胖很慢 但为啥NBA就没人防得住他 冬谢奇很萌 也很强 四年前 当19岁的卢卡冬谢奇刚刚进入NBA联盟时 他有一个响亮的外号叫做奇迹男孩 四年过去 已经没有多少人会用男孩来称呼冬谢奇 但他依旧在NBA上演着奇迹般的表演 冬谢奇在新赛季至今的七场比赛里得分全部超过30分 成为自1962 1963赛季的张伯伦之后 NBA联盟首位可以拿到这个数据的球员 冬谢奇目前高居得分榜第一位 我知道上个赛季我一开始表现得不好 这是不可接受的 所以我吸取了教训 在又一次改写历史后 冬谢奇只是这样轻描淡写地讲出了内心的想法 自进入联盟至今 冬谢奇就是一个有趣的矛盾结合体 他一边打出各种经验的数据和荣誉 一边又受到各种质疑 身体素质不够劲爆 无法管理好身材 球队防守的漏洞 领导能力不足 没有更多的进步空间 但冬谢奇却一次次用个人表演回击着质疑 他还在成长 还在变得更加令对手害怕 冬谢奇突破两人包夹 七场 六十年守人 罗认为 今天是我发挥最好的比赛之一 在三日战胜爵士的赛后采访时 冬谢奇用这样一句话总结了他的惊人成就 确实 从比赛的过程就能够察觉到 冬谢奇打得很开心 在比赛的下半场 冬谢奇在一次进攻得手后 甚至在场边开始扭动起他那没有什么线条和棱角的身体 和主场球迷开始互动 尽管独行侠赢下爵士的过程比较曲折惊血 但从个人数据上来看 冬谢奇的表现相当抢眼 出场35.5分钟 得到33分 五个篮板和11次助攻 并且还有两次抢端和一个封盖 虽然出现了五次失误 但是他的投篮命中率依旧高达65% 三分命中率也远超这个赛季的平均水平 我知道上个赛季我一开始表现得不好 这是不可接受的 所以我吸取了教训 就如冬谢奇所说 上个赛季初 冬谢奇一度陷入了低迷 B时 他带着肉眼可见的走行身材回到球场 然后在一场场失利中表现得颇为挣扎 冬谢奇带动观众 这个赛季 冬谢奇的身材管理似乎依旧没有太大改观 但经过一个夏天的欧洲杯赛程 冬谢奇早早就拿出了良好的竞技状态 搭出了一个梦幻开局 其场比赛 冬谢奇场均可以得到36.1分 排名全联盟第一 以排在第二位的字母哥多了接近三分 也正是凭借着这样疯狂的得分表现 他成为了过去60年来第一个能够在新赛季前 七场比赛得分全都超过30分的球员 而上一个做到这个成就的是1962-1963赛季的张伯伦 他在那个赛季开始之后的连续30场比赛里 全部得分超过30分 事实上 这已经不是23岁的冬谢奇在这个赛季改写的第一项记录了 在上一场战胜魔术的比赛中 冬谢奇一个人好取44分 三个篮板和五次助攻 这组数据让他在前六场比赛里一共得到了200分以上的得分 50个以上的篮板和50次以上的助攻 成为NBA联盟历史上第一位能够在赛季出得到这个数据的球员 欧文防守冬谢奇 后撤步三分前的思考 为什么这样一位被不少人调侃为跑得不够快 跳得不够高 身体素质不算惊艳的斯洛文尼亚球员 能够在天赋扎堆的美国球员中成为佼佼者 达拉斯独行下的球员发展教练山姆高德高德的评价 或许可以作为一个参考答案 冬谢奇的能力太全面了 以至于他一直能够待在舒适区里打球 四个赛季以来 冬谢奇在球场上展现的能力 让外界在他身上看到了不少人的影子 哈登的后撤步三分 诺维茨基的金基独立 那时和基德的传球 及诺比利的节奏变化 但冬谢奇又和这些在每个领域都出神入化的球星有着太多不同 从上个赛季开始 冬谢奇就已经成为这个联盟里和哈登并列最擅长一对一单打的超级球星 根据ESPN的一项数据统计 上个赛季 冬谢奇完成了1027次单打 这项数据冠决权联盟 他的每一次单打中 他能够得到1.098分 排在43位单打次数超过300次的球员中的第二位 仅次于吉米巴特勒的1.108分 和哈登一样 他最擅长的进攻方式就是后撤步三分球 就在赢下爵士的这场比赛中 他在第二节就顶着奥利尼克的防守完成了一个后撤步三分球 并且博得了一次犯规加法 但据前读醒侠后卫德文哈里斯透露 其实在卡莱尔教练执掌球队时期 他总是严格限制冬谢奇的后撤步三分球 他甚至会直接警告冬谢奇 我不希望再看到你这样进攻 但如今 吉德完全支持冬谢奇做更多的后撤三分球选择 对他来说 这就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动作 吉德在接受ESPN采访时说 后撤三分就像是他的一部分 他能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衍生出更多不同的变化 其实每一次后撤步三分的选择都不一样 这里涉及了太多的因素 包括对手的速度 身高和他的防守方式 在出手之前 其实我做了很多思考 就如冬谢奇所说 一个看似直白的投篮选择背后 其实是他朝前对手好几步的思考 冬谢奇的力量很占优势 他的篮球智慧是不同层次的 除了愈发娴熟的后撤步三分球 冬谢奇的控球和节奏 也在这两个赛季变得越来越难以预测 很多人想像冬谢奇一样运球 但是他们会发现自己做不到 问题其实不是在手上 而是在脚上 从冬谢奇进入联盟以来 山姆高德就一直在帮助冬谢奇 在合作的过程中 山姆高德发现冬谢奇小时候踢足球的经历 帮助他的控球变得更加丝缓 就像那时也喜欢踢足球一样 足球对脚步的训练让他们变得很狡猾 更重要的是 冬谢奇的篮球智商太高了 就如基德所说的 他懂得如何利用身体 如何寻找对抗 如何在上篮之前就想好方法把对手晃飞 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当不少质疑者 都认为冬谢奇速度太慢的时候 和他对位的大多数防守者 却始终阻止不了他 好了 今天的精彩内容就先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们记得点赞 订阅 咱们下期再见